大家好,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 可能在台灣的爸爸媽媽會比較陌生一點 那就是雪是怎麼出現的呢? 當氣溫達到攝氏零度的時候呢 水就會在天空凝結成冰晶 然後再以雪花的形式飄下來 最有趣的是 沒有兩片雪花是一模一樣的喔 那我們有說春、夏、秋、都四個季節 雪季通常也會發生在冬季的時候 因為冬季天氣比較冷 我們可以這麼保護我們自己呢? 只要有手套或者是雪鞋 能夠保護我們自己 確保我們自己能夠安全地度過冬季 但是植物跟動物呢 就沒有我們這麼幸運喔 很多植物呢 因為無法忍受冬季寒冷的氣溫 所以他們會在冬季部位 有一些動物呢 它雖然有豐厚的皮毛 但它會選擇以冬季的形式儲存能量 地獄熊 那沒有皮毛的那些小動物呢 他們同樣會冬季的方式 例如蛇 甚至有一些動物呢 它生活在一年四季都在學的地方喔 例如南極的企鵝跟北極的熊熊 那麼當春季回來的時候呢 陽光也就跟著回來囉 雪一照到陽光啊 就會慢慢的融化 有一些雪融化呢 它就會在地面上 那有一些則會透過縫隙 滲透到地面下 如果還想要知道更多有趣的 那就在你的Book Live系列裡面喔